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受惠于中医 让这中医能慢慢发扬光大 所以我希望我能把中医传到世界各国 以前一直认为只要自己技术好了 病人就手到病毒 药到病毒 可是这十年来得到了上人的法 才知道法要用在病人的身上 跟自己的身上 当病人得到的法的时候 他改变了自己 这些病痛自然可以不要而育 慈禁美国总会 不论是定期在偏乡 或者临近的中南美洲疫症 人医团队从医而生无量 人数越来越多 王乔年医师受到静思雨的启发 缩小自己 把内心的关怀 真正给到患者的心里 张宗阳医师二度培训 也在2019年正式受证慈禧职工 张炳东医师每年几乎一半的时间 都在国外一诊 接触各种国际救援组织之后 特别认同慈禧理念 有心要在慈禧做点事情 特别是有心要接棒的才会做培训 看看这个慈禧是不是我们确切的 个人是我修行彻切的方向 将来长远在慈禧的投入上面 我怎么样更有效地在这个团队里面发费功能 在贝克斯菲尔德行医40年的张辅助医师 为病患付出 肩负使命退而不休 理念我都赞同的 环保啊不要把这个地球弄坏掉弄脏掉 把水都用掉资源都用掉 我想这是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参加培训 因为我想多学一点 四位大一王信解行政 坚定行医大院 受证后更勇于承担如来家业 答案新闻知识美职工美国报道